脸书里自己在网球比赛的排名 随时有最好的成绩 立刻跟大家分享 台湾网球双打好手谢震鹏 顺利在法国的比赛中挺进八强 但她的女友却不幸遭公车碾毙 20号在个人IG账号发出新动态 先说对不起没有及时回去 但也知道女友希望她留下来比赛 每每只要闭上眼 眼泪就会瞬间流下 真的心很痛 却又知道弃拳女友会不开心 但真的很想回台真的很累 内容看得出她为女友留在法国继续比赛 但却又想飞回台湾见女友最后一面 为了自己的成绩 谢震鹏和搭档在世界各国征战 光是五个礼拜的花费就将近台币35万 为了理想的花费也很大 她和死者张怀敏两人在去年认识 从五月开始陆续在脸书和IG账号 PO出合影的照片 两人的灯队模样献上不少人 女方还制作影片将第一次逛老街约会 跑去平息放天灯 以及球场陪伴训练的过程 制作成影片留念 她难道我现在后来的年纪是上课吗 我早上有跟她联系了 但是我们没有讲到话 她也是讲不出话什么 虽然交往没有很久不过感情 逐渐加温 双方家长也都知道 儿女有了新恋情 学校同学眼里最甜蜜的情侣 也因为一起事故 再也看不到两人 一味的身影 TV全身为韩尚伦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